好的电影改变你的认知 欢迎大家回到看电影了没 我是K猫 今天我给你们讲 《落土八分命》 天注定 这部电影是K星人 Pagliacci推荐的 闷不当 重庆沙平坝区的一个村子里 周家老太太正在过寿 正在闹闹时 周家三儿子突然回来了 周老三常年在外 老婆孩子留在家里 村人谁也不知他在外面做什么 他捏了捏儿子的脸 然后摁着儿子的头 一家三口 给老太太住了寿 就回家去了 他这人从小就独 没人和他走得近 连他两个哥哥也有点怕他 收宴结束后 大哥二哥来找他 要将收的礼钱分一分 收的礼除去收宴花费 剩的钱分成四份 母亲和兄弟三个各一份 连剩的半盒烟也分了 没人三根 他没要钱 让大哥把他那份 拿给母亲 他手里不缺钱 他有搞钱的路子 他乔装成工人 除了批发市场 外面有一家银行 一对男女从银行输来 女人一只手 铺着姑姑的手提包 他尾随其后 魂不在意人来人往 开枪抢包 以其合成 随后他回到批发市场 甩出一个黑塑料袋 包住抢来的钱 脱去工作服务 这便是周老三的银生 持枪抢劫 劫财 顺便杀人 他寄回家的钱 妻子一分没动过 妻子希望他能停手 都在村子里头待到 不出气不信 他觉得村里实在没意思 自家人不亲 村人之间也没有人情味 个人有个人的小九九 排桌上冷嘲热讽 一言不可就打起来 其实哪里都没意思 只有枪响那一下 他才能得到快感 大哥留下那三根烟 他点了败鬼 外卫他回家路上 杀了三个枪下鬼 他是骑摩托车回来的 经过山西一个村子的时候 路上冒出三个人 跟他要过路前 他就掏出枪 把三个人结果了 那地方叫吴金山 因为那里产黑色的金子 命案一出 警察先驻当地的煤矿 查外来人员 没找出凶手 倒是意外抓了一个 在别的地方做了案的逃犯 当时村民大海也在场 大海的故事 是从这煤矿开始的 这煤矿本是他们村的 集体财产 后来搞成包 他也参与了竞标 但没包成 最后煤矿被包给了 他的同学交胜利 按说煤矿虽然被承包出去 但每年村民都应该有分红啊 可这几年 一分钱也没见着 当时村长开启了奥迪 交胜利开着马沙拉地 大海找村长要个说法 村长敷衍他 他找村会计 会计也不愿搭理他 被他问及了才告诉他 这煤矿早就卖给焦老板了 卖了 这算什么事 大海认定 村长和焦胜利勾结 霸占了村里的集体财产 他说他要是中纪委 告村长和焦胜利 别人只当笑话听 别人都说 焦老板设例那么大 你能告得到 这话还有句潜台词 到时候得罪了他们 你能用好果子吃 大海不信这个邪 他要给中南亥写信 他写了信拿出邮局 工作人员说 底天具体地址 小废话 背景谁不知道中南亥啊 不行 姑娘 你跟村长是一活的吧 他谈我前提话了 要不你是 焦老板的儿来 他给你买车 卖房子了 你有兵吗你 走 大海被赶出来 一辆大巴从街上开过 虽然换他上车 原来焦胜利买了四万飞机 曾里组织人去街机 去的人一人一戴白面 焦胜利一产自几十万 一产自几十万 铲出了一架飞机 可出了大海 没人感觉的这有啥不妥 这世道 有权必有钱 有钱必有权 再说了 焦老板时不时的 也会给侧利点好处 焦老板和妇人 从飞机上下来 早已有摄像机 在等着了 焦老板一一跟次人握手 好不容易见到 交通子赃 我们能暂转安一下 暂转安两天 买火车票去北京 告你和村长的这 行了 活两天 我们过去哪 你能不能挡着 全村长在那边 说一说 村里的将家万家 虽然都散了 大海还立在原地 焦胜利的手下 轮起一根铁锹 朝他脑袋招呼过去 那人打了十多分钟才停手 旁边有人笑着说 你这是打高尔夫呢 大海在医院住了几天 焦胜利派人给他送了三万块钱 大海回村后 一个村委会的干部 校园叫他 老高 现在大家都叫你老高 高二伯 你不死了 村里在创戏 唱的是 林虫夜奔 大海回到家 扯了绷带 取出猎枪 装上子弹 用一块老虎毯子裹了 他要告诉那些人 要比万恶 他比他们更万恶 他先去了会计家 逼会计把村长和教老板勾结的证据写下来 会计吃笑他不敢开枪 他直接开枪 打死了会计 然后又打死了会计老婆 紧接着 他去村委会找村长 没找着村长 又碰着那干部叫他老高 他在村里修的四面门口 找到村长 村长想稳住他 听个的 不该从动 咱们坐下来 刚到村长 他去煤矿找焦胜利 路上 看见村民又在虐马 他抬起枪 解决了那灰鞭子的人 没了鞭打 马跑了起来 他找到焦胜利的车 没有锁 焦胜利上了车 才发现后面有枪口 他问大海 有啥要求 在群体失声中 胡大海用暴力 完成了爆发 没有快一恩仇 只有逼上梁山 后来 焦胜利的公司 由他老婆接手 来面试的 有个湖北籍女孩 叫陈小玉 陈小玉的故事 发生在湖北老家 他原本在一家 按摩会所做前台 有一个男朋友 那男人在广州工作 有家事 男人一直拖着 不离婚 也不肯分手 还想让小玉 跟他一起走 小玉没答应 工作没干头 姻缘也没着落 他有时候觉得 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活着 他想回家去 却无家可回 父亲常年在外 没有下落 母亲在一个工地 给人做饭 一家人 没大事 不联系 那天 他值班结束 打了盆水 在一个空包间里洗衣服 突然一个男人 推门进来 要他给按摩 他说自己 不是按摩小姐 男人却不依不饶 非要他服务 那男人的同伙过来 见他不依 便对他又打又骂 他忍无可忍 掏出水果刀 回向对方 手洗刀落 他溅了一身血 这下 没人敢欺负他了 行过神来 他报警自首 后来才知道 他杀的人是当地 招商办公室主任 而他因自卫杀官 被网民称为 侠女 他最终被判 有罪免处 这罪名义私事 防卫过当 构成故意伤害罪 但总和量刑 心切考虑 免于刑事处分 事情过去后 他离开了家乡 没有南下广州 而是一路北上 而他的前男友 自始至终 稳稳当当地 干着自己的差事 他在一家工厂 干主管 车间里有个工人 叫小辉 小辉 便是接下来 故事的主人公 这天 小辉去找工友 常领借手机 男人说话间 常领分心受伤 主管让小辉 负担常领的务工费 公司有规定 上班时间不去创岗 今天的事 我主要责任在你 主管说 常领休息期间 小辉的工资 都算常领的 小辉一听 立马跑路 他经任介绍 去了东莞一家娱乐城 做服务生 听说这里 给的消费很高 他在这里 遇见了一个 叫莲蓉的女孩 两人在火车上见过 又都是湖南人 很快便熟络起来 这是个金碧辉煌的地方 来的都是 有头有脸的人 莲蓉他们一会儿 搬成娘子军 一会儿搬成花旦 花样多 新 奇 醒下来的时候 两人躲在空包箱里 上网刷论坛 东北土地区局长 家里搜出 130多个LE包 山西煤矿塌陷 死了十几个人 他们一一在下面跟铁 他妈的 莲蓉的网名 叫寻水的鱼 他做的这行 广多人叫 Lopin Moon 国家说法 得多做善事 来生才能得到解脱 于是他有空的时候 就买了鱼 拿去放生 离开金碧辉煌 社交的破家荒凉 于他们而言 更真实 没了浓妆的莲蓉 还是一副清纯模样 我好喜欢你 小灰想到莲蓉 离开东莞 莲蓉有些心动了 他探寻地注视着小灰 问去哪 小灰说 去哪都行 莲蓉早就不是 单纯的小姑娘了 她明白小灰是真心 也同样明白 小灰并不是 能让她依靠的对象 广东话说 风全某三外 莲蓉不是一个人 她有一个三岁的女儿 天上人间 与你知别 莲蓉选择留下 贵宾好 我可以为您服务吗 应该叫首长 首长好 这还差不多 咱们发车吧 小灰选择离开 她去了一家 世界五百强企业 流水线作业 基本工资很低 靠加班 她在这里没有朋友 大家都一样 麻木 冷漠 家里打电话 问她要钱 她卡里没钱 母亲不信 指责她在外面乱花钱 她早已习惯了 这样的通话 没有关心 只有顺吃 她没本事 赚得少 所以没有家 日复一日 看得现明天 看不到未来 没想到长领 也来了这个场子 长领找到她 却没有真动手 只留给她一个 充满恨意的 面试的眼神 她握起那根铁棍 回了宿舍 在床上待坐了一会儿 忽然起身 走向阳台 纵身一跃 人生无定着 世事代案算 在一个撕裂的社会